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特朗普的回归 对中国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随着特朗普再次竞选白宫 他的保护主义政策和对华强硬立场 可能会将中国推向经济动荡的边缘 甚至可能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毁灭性打击 高达60%的关税威胁 以及对技术的严格管控 将加剧美中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 然而特朗普的崛起也可能为中国提供了 填补美国撤退后留下的空白的机会 尤其是在国际联盟受到削弱的情况下 专家指出尽管特朗普的政策带来了挑战 但也为中国与其他国家 尤其是欧洲的合作打开了新的大门 在这个复杂的国际舞台上 北京需要谨慎应对特朗普的变化无常 试探其未来的政策走向 同时台湾问题的微妙局势 也可能成为特朗普交易型外交的一个焦点 使得中国在此方面寻求更大的让步 总之 特朗普的回归将对中美关系 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与机遇 双方如何互动将决定未来的走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经济动荡与政治机遇 特朗普回归对中国的影响 是一篇来自CNN的文章 探讨了唐纳德 特朗普重返美国总统竞选舞台 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广泛影响 特朗普的政治回归 可能预示着一段动荡且难以预测的未来 尤其在国际经济和外交事务上 对中国的影响 特朗普的保护主义立场 在其先前的总统任期内已经显露无遗 最为显著的是与中国的贸易战 这场贸易战导致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并对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施加了严厉的限制 此种政策下美中关系跌入了几十年来的低谷 如今特朗普在竞选中更进一步 威胁要对中国制造的所有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 并计划撤销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这一地位在过去20多年中 是中国享有与美国最优惠的贸易条件 如果特朗普的这一系列惩罚措施实施 中国经济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房地产危机 消费需求疲软 价格下跌 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增加 已经让中国经济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投资银行麦格里预测 在如此高的关税水平下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下降两个百分点 这几乎是中国全年预计增长率的一半 关税直接作用于进口税上 对美国消费者产生负面影响 同时影响到大量依赖中国原材料 和中间产品的美国企业 整个全球供应链 也可能因这种贸易紧张局势的升级而受挫 不仅仅是中美两国 参与全球贸易的其他国家 也将感到痛苦 特朗普的政策往往不按常理出牌 使得北京面对他的回归时 感到不确定性加剧 亚太安全与外交政策研究所的丹尼尔·拉塞尔指出 特朗普从一开始是习近平的崇拜者 到后来对中国实施严厉关税政策 这种变化使得北京在应对特朗普再次当选时 显得尤为谨慎 尽管面临挑战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议程 也可能为中国提供机会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赵通认为 中国警惕特朗普政府可能重启对华贸易战 但同时也看到机会在于 特朗普高关税政策可能在欧洲遭到抵制 这为中国加强与欧洲的经济联系提供了契机 特朗普对北约和其他国际机构的不满 可能削弱美国在国际上的联盟关系 这一局面可能为中国提供喘息之机 尤其是在中国对美国的围堵和遏制策略 越来越感到不满的情况下 在台湾问题上 特朗普的交易型风格可能被北京视为一种利用的机会 尽管在特朗普政府期间 美国加大了对台湾的支持 但特朗普最近的言论 让人怀疑他对台湾的承诺 他指责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 并暗示美国对台湾的房屋支持应该有经济回报 这种言论可能预示着 特朗普对台湾采取更为交易化的态度 特朗普在竞选中 也表露出对俄乌冲突的处理态度 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良好关系 可能导致美国施压乌克兰 与俄罗斯达成不安的停火协议 尽管这可能缓解欧洲的紧张局势 但也可能复杂化莫斯科与北京的关系 尤其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中国逐渐加深与俄罗斯的关系背景下 在特朗普与中国的互动中 机会与风险并存 正如上海的外交政策分析师沈丁利所言 特朗普的回归带来的机遇与风险并存 最终结果将取决于两国如何互动 中国官方对此持中立态度 尽管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的政策 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严峻挑战 但习近平在特朗普当选后 向他表示了祝贺 并提出中美可以在新时代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 总的来看 特朗普的回归为中美关系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而这种不确定性 也可能对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北京在这场博弈中既要应对潜在的经济冲击 同时也要寻求机会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外交与经济联系 填补美国可能撤退留下的空白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关税是指一国政府对进出口商品征收的税款 通常用于保护国内产业 调节贸易平衡和增加政府收入 关税可以分为进口关税 出口关税和过境关税三种类型 其中进口关税是最为常见的形式 进口关税是对进入一国国境的商品征收的税款 旨在使进口商品的价格提高 从而保护国内生产商免受外国竞争的冲击 关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 最早的关税制度出现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 关税在各国经济政策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18世纪至19世纪 关税政策成为许多国家的主要经济手段之一 如英国在19世纪初期实施的古物法 就是通过高关税保护国内农业 在20世纪初期 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期间 各国纷纷提高关税 以保护本国市场 导致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 为应对这种情况 二战后 国际社会成立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AT致力于通过多边谈判 降低关税壁垒 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 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 WTO继承了GAT的使命 继续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关税减让和贸易自由化 关税政策不仅影响一国的经济 也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通过调整关税税率 政府可以影响进口商品的价格 进而影响国内市场的供求关系和价格水平 关税政策还可以作为国际谈判中的筹码 国家可以通过提高或降低关税 来实现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目标 关税在现代经济中扮演着多重角色 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 关税在一些国家依然是重要的税收来源 特别是在那些缺乏其他税收手段的发展中国家 此外 关税还可以作为贸易政策的一部分 用以保护新兴产业和关键行业 或是对不公平贸易行为作出反击 虽然关税可以为政府提供收入 并保护国内产业 但也有许多批评意见指出 高关税可能导致商品价格上涨 降低消费能力及整体福利 此外 关税壁垒可能引发贸易伙伴的报复措施 从而导致贸易战 使全球经济环境更加不稳定 根据WTO的数据 随着多边贸易谈判的推进 全球关税水平在过去几十年中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然而近年来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个别国家之间的关税争端仍时有发生 如何在保护国内利益 与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之间找到平衡点 仍是许多国家在制定关税政策时面临的挑战 关税的未来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国际经济形势 国家间的贸易政策变化 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变化 各国在制定关税政策时 需综合考虑国内经济结构 国际市场竞争 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目标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介绍 震